2023年3月6日,施詠慶試觀點 政府有沒有賤賣土地呢? 西爾街商業地招標由新鴻基地產用47.29億元投得 樓面地價只是三千多元一方呎 有關注組織認為價錢偏低,政府有賤賣土地之嫌 這個指控似乎頗受社會認同 原因是這幅地去年剛才納入政府賣地表時 坊間最高的估計是可以賣到228億元 樓面地價高達每呎1.5萬元 現價和當年的最高估計是五分之一 質疑票房收少了很多錢 關注組織認為,如果地產商出不起價 政府應該將土地收回,留待市場環境好的時候才買 現在政府用這麼低的價錢賣了這塊地 得益的是地產商,吃虧的是市民 政府是否應該在現在將商業樓宇供過於求的情況下 推售這幅商業用地呢? 的確存在相確的餘地 邱永青將會令民再談 但將成交價和過時的股價混為一談就很不妥當 因為股價只是個別人士在某個時刻的意見 並不代表市場上真的有人願意用這樣的價錢買入這塊土地 現實是228.6億是一年前的事 房間股價中最高的估計 拿一個最高價作為市價的基準只會突出矛盾 就無助於貼近現實了 股價和成交價最大的分別是 前者只是說說說 後者就是用真金白銀來買的 政府在賣地的時候 只能考慮地產商的出價 而不可能執著於坊間的一些股價 再者過去一年來 經濟環境飽受新冠疫情 中美交戶和俄烏戰爭的摧殘 又受到加息和舊去全球化的威脅 商業的前景十分黯淡 商業樓宇需求萎縮 有地產商願意在這樣的情況下 度標頭一幅洗私階的地皮已經非常難得 在之前已經有多次賣地樓標的情況下 政府不想又多一塊土地樓標是很自然的反應 猜響物業股價署的數字顯示 本港寫字樓的空置量 在2021年底已經達到16,580萬方呎 空置率高達12.3% 估計現在寫字樓的空置量已經接近2,000萬方呎 空置率可能高於15% 在這樣的情況下 發展商在出價鏡頭商業用地的時候 豈能不能夠不保守一些嗎? 用現在空置如此嚴重的情況來估計 洗衣介項目落成之後 招租的難度很高 可能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才能夠達到正常的出租率 再者,現在寫字樓的租金回報率 只是3%左右 而地產商的資金成本就是5%左右 以至即使物業全部租出 租金收益也抵消不到資金成本 變成要長期倒貼 房間在為洗衣介商業用地作股價的時候 大部分都忽略了這一點 但對於地產商來說,物業落成之後繼續補貼 亦是資本成本的組成部分 自然會在入標的價錢上反映出來 如是看來,地產商由於要承擔入標的後果 能夠出價去到這個水平 已經包含了他們對未來的信心日價 西隆基地產已經是三個入標競投者之中出價最高的一個 政府不賣給他,還可以賣給誰呢? 怎麼能夠說政府是賤了土地呢?